現在我們示範將十字接頭連結器拆裝的順序要領 先將黃塵套取下 紙箱的四個螺栓取下 然後將此輪箱往上往後移出 然後接下來要將十字接頭連結器脫離 首先將用這個工具套入十字接頭 然後使用旋路螺栓 用手儘量鎖緊有一個cut的聲音 然後將螺栓取出 將特殊工具取出 此時的扣環已經有間隙 使扣環脫離十字接頭 就像紙箱那樣 下駕鎖緊的鍋可以放在一邊 取另外一邊的扣環 將此工具套入 然後旋轉走 將十字接頭往內推 使扣環有間隙 然後一樣的動作 將扣環的一邊頂住 然後另外一邊用一字接頭往內推 十字接頭 取出 我們建議 從裡面將另外一邊的十字接頭 把十字接頭 敲擊出 翻過來 這樣 隔開 再將另外一邊一樣的十字接頭 拆擊出 十字接頭蓋 取出 好 將十字接頭蓋 取出 好 好 現在將 十字接頭 連結器 裝毀 首先 將 十字接頭 連結器 十字接頭 蓋 首先 要檢查裡面的滾針 是不是全滿 然後再將 塗一些黃油 檢查 再檢查一次 滾針 是不是全滿 很重要 滾針不滿 或者 歪斜 就裝不下去了 兩個都要檢查 然後塗上黃油 現在將 十字接頭 先套入 將一邊的 十字接頭蓋 用手 壓入 十字 套住 然後 將十字接頭 敲入 接頭蓋 敲入 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定位 現在用 這一支工具 將十字接頭 壓入 將十字接頭蓋 壓入 一樣有一個 Duck的聲音 再鬆開 要確定這個勾槽 有全部的 擠壓進去了 使扣環可以 進去 要是沒有 這個勾槽還不足的話 我們還要再用那個工具 繼續把它擠壓 現在就是再把它擠壓一次 這個勾槽就跑出來了 現在 現在將 扣環 插入 就是這樣 準備再將另外一個 十字接頭蓋 裝入 先用手壓住 先用手壓住 敲擊 盡量 垂直的敲擊 現在 準備 將 扣環 勾 再把它 壓住 現在 現在在擠壓 十字接頭蓋 現在再擠壓 十字接頭蓋 現在再擠壓 十字接頭蓋 插入 然後轉動十字接頭 試試 是不是 作動 完整 裝回十字接頭連結器之後 要檢查 這裡 它的作動情況 比如說 現在是作動比較緊 現在的情況是 十字接頭很緊 那這個時候 就要再把十字接頭蓋 剛剛裝回去的十字接頭蓋 再向外 打出一點點 讓它很順暢 兩邊都打 兩邊都打 現在這個靈活度 就很靈活 這樣才完成 這樣 我們要將後輪軸 插入 十字接頭連結器 先將 防油塗上 後輪軸 跟十字接頭連結器 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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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準十字接頭 對準十字接頭 連結器 然後插入 要裝後輪軸 要裝後輪軸 之前必須確定 十字接頭 後輪軸 連結器 跟後輪軸 連結器 的方向 必須是一樣的 好 並將 束帶 束上 好 這樣就好 向前推 並將四個螺栓 鎖 鎖護 對準